《仙剑六奇今朝》 古老传说与今日起源 一部令人心动的仙霞剧作 《仙剑六奇今朝》是一部根据国产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6》改编的电视剧 由徐凯 于舒欣等人主演 讲述了一段跨越千年的仙霞奇缘 故事背景设定在大唐末年 那个时候天下大乱 各方势力争夺着王权 男主角月今朝徐凯世是一名诗意的少年 与女主角月琪于舒欣世相依为命 居住在屋檐村 月琪拥有神奇能力 可以通过共鸣感知彼此的心意 尽管两人不知到自己的身世 但他们一心想要寻回失去的记忆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两人被起魂圣踪的人追杀 卷入一场阴谋之中 这个邪恶的组织想要利用月琪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野心 为了保护月琪 月今朝与他们斗争 意外地激活了月琪被封印的回忆和情感 原来 月琪是上古时期与妖族的公主 而月今朝是她的守护者 尽管两人曾相爱 但由于种族之争而被分开 为了改变命运 月琪封印了他们的记忆 将他们送入千年后的世界 在对抗起魂圣踪的过程中 两人结识了洛家宝双子 洛埋鸣血霸易氏和洛昭炎万鹏氏 千年狼妖贤青傅新博氏 古寒江周丽杰氏 明秀白冰可氏等江湖人物 他们一同对抗邪恶势力 逐渐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们都是上古时期四大神器之一天书碎片的拥有者 而启魂圣踪想要通过及其四片碎片来掌控世界 在充满惊险的冒险中 两人不仅重新回忆起前世的情仇 也重新燃起了今生的爱火 然而 他们面临更大的危机和考验 郑武蒙 启魂圣踪 横道众 于妖族等势力都在幕后策划 谁才是幕后黑手 他们是否能守护彼此和天下苍生 又将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 《仙剑六奇》今朝及仙侠 爱情 冒险 悬疑于一体 展现了跨越千年的感人故事 探讨了人性 正义 牺牲等主题 演员阵容强大 徐凯和于舒心的出色表现令人赞叹 其他演员也同样出色 该剧的画面和音乐精美 创造了一个浪漫神秘的仙霞世界 这部剧是一部值得观看的佳作 相信你会被其情节和人物所吸引 也会为其感人和震撼所动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